词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天国欢迎你,无比去哪里 无论环境 风吐人情 你一定满意 耶稣主基督 亲自迎接你 祂的国度 永无穷尽 最佳一名地 记得穿白衣 来付出演习 还有群体 加面便利 与天君同长 与情谣团聚 祝天同欢庆 不能相同情 天国欢迎你 错过真可惜 只要相信 真正一定的意义 祝你赴大家 不要跟他 温馨你天家 你越了吗 天国真美丽 人间美得比 充满人爱 欢乐洋溢 处处有惊喜 明媚的风光 娇人心疏传 是生命果和生命水 回归到自然 红花草堆花 鱼石子万双 随时刻到月球流道 传说在云海 星际船又爱 天国欢迎你 错过真可惜 天国欢迎你 错过真可惜 只要相信真正也定义 祝你不代价不要不服他 微信的天佳你已认了吗 微信的天佳你已认了吗 各位线上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愿主恩典平安与大家同在 欢迎每一位参加这最后一场的 意见意见一系列讲座会 感谢上帝帮助曾子贤教师 在这一年九晚分享圣经式道路 真理跟生命 也感谢天佛陪伴我们 度过这充满喜乐和平的晚上 愿上帝在这最后的一晚当中 也继续师父给主讲人有聪明智慧 圣灵的充满 让曾子贤教师分享的每一场道 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上 今晚开会的诗是永归天赋 开会祈祷吕新章牧师 特别音乐是来自撒落叶 叶秋平及家人呈现一首 你是我一切 荣耀 荣耀 我一见 赞美他生命 他才前度 生自来世上救人 背地 十字架 三名血数万名 打开生命之门 让人人可及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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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聚地听主声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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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名都难忘疼 带着神自耶稣 我们前进福 将荣耀会给主 祈祝祝祂 城 from Ein 赞美主 赞美主 明天 我 一肉 八 reminds 我一天 十二 明天 8 想 全 野 立刻刻接受救主的鸿河 赞美主 赞美主 愿前地听主声 赞美主 赞美主 万灵斗荡腾 借着圣子耶稣 我们尽尽福 将荣耀归给主 庆祝大功臣 祂财神的教室 和神的工作 祈祷祂生慈悲地找到喜乐 祈祝我们今日见到主耶稣 恩为祂更美妙 相逢更多 赞美主 赞美主 愿前地听主 赞美主 赞美主 万灵斗荡腾 借着圣子耶稣 我们尽尽福 将荣耀归给主 庆祝大功臣 我们做一个祈祈祷 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感谢赞美你 你是创造天 地 海 和中水 传言的上帝 谢谢耶稣 也祂祝祂一辈祂 美丽的家园给予每一个相信祂的人都得益处 主耶稣你将自由的全力献给人类 在这多灾多难心慌慌的生活中 来定所要做的事 主求你师父恩高真子贤教师和每一位线上的听众 求主掌管一切今晚的活动 因为你的话可以救我们脱离灰心烦恼和软弱 意见意见讲座会将在今晚结束 求主帮助讲者有勇敢的心介绍 今天傍晚所要讲的天空之城 给予每一位听众 原谅我们的罪过 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的学习圣经里面的话语 你知道吗 我的家里面除了我和我的妻子之外 我们还有养了两只可爱的猫咪 一只叫做欧巴 一只叫金虎甲 这两只猫咪 当我们在一开始领养 或者是说接它们回来的时候 两只都是流浪猫 第一只我们领养的 接过来养的猫 是这只黑色的 叫欧巴 当我们第一次接到它的时候 它全身是伤 我们不得不第一时间 送它去医院 带它去 看兽医 然后把它医好 当你在准备要养一只宠物 或者要养一只猫的时候 不能够随便随便就这样养 那我们在养它之前 我们必须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功课 首先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当然是准备它的柱的地方 我们说衣食柱 猫咪可能就不用行 衣也可能不用 所以我们就准备柱跟食物 对于你热爱这个宠物 你要去养它的时候 是非常的会稍微去注重 所以我们一开始养这只猫 就买了一个笼子 然后为它准备许多食物 准备了很多 给猫能够住得舒服 然后跟我们在一起 不会有压力的一些器具 一些基本配备 那之后不久 我们又养了另外一只猫 这只猫就叫做金虎甲 猫的名字都很特别 那养了这只猫过后 发现一个小小的笼子 已经不足以容纳它们两位 所以我们必须要买一个更大的笼子 让它们住得更加的舒服 然后家里面所需要 对于猫的一些东西 也要慢慢的增多 因为要让它们越来越舒服 甚至是它睡觉的地方 都要铺上一些毯子 让它睡得比较舒服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或许我们对待我们的宠物 或许我们对待我们所养的 我们都会尝试努力要让它睡得舒服 尝试努力要让它住得没有压力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 耶稣要我们与它在一起是舒服的 祂要我们过得没有压力 让我们一起祷告 至高的天赋 我们谢谢主 让我们这个时刻 一起来研究主您给我们的应许 让我们一起从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 主您给予我们那美好的应许 美好的家乡 主啊 愿您赐下聪明智慧 教导我们 在这个时刻 赐下圣灵 做我们的老师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然后今天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已经进入到一种程度是 已经开始不大适合人居住 一开始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 祂用六天创造 然后第六天 祂也特别在最后的时刻才造人 为什么呢 因为祂要预备妥当 才把人造出来 让人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但是因为罪的关系 今天这地球已经不大适合我们居住 在创世纪六章十二节 就说到 神观看世界 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 都败坏了行为 上帝原本为我们所预备的地球 所预备的这个家 原本是很适合我们居住的 不管是温度 不管是任何的生活环境 都是适合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地球已经在暖化 甚至是许多的生物 已经开始在灭绝 甚至是开始很多的病毒出现 今天的地球已经不再适合 今天的地球已经开始在败坏 开始在毁坏 甚至是连人的行为 圣经形容 都已经在偏离了 都已经在败坏了 所以我们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爱我们 因为在圣经里面 它记载着 它要让我们住的最舒适 它要让我们住到最好的地方 所以上帝为我们 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家乡 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一到第三节就说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亲爱的朋友 耶稣他亲自地告诉我们 甚至记载在圣经里面 他提醒我们 今天世界破败不堪 他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地方 他去呢 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住处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 他必定会再来接我们 一起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 值不值得我们去 有的人会说天国那么无聊 上帝的住处好像很无聊 没有WiFi 没有好看的电视节目 没有游戏可以玩 那么无聊的地方 我们是否要去 甚至有人想象中 回到天国是坐在那边 一整天谈那个肃情 从早谈到晚 到底天国是怎么样的 到底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住处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 在圣经里面呢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说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上帝间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美好的家乡 预备的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祂的那个美好 就好像比如说 我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旅游 我跟你说 那个地方多么的好 多么的美 还不如你亲自去到那边 亲眼看到来的好 对不对 那我怎么讲 我怎么说 都比不上 都没有办法 让你深刻的体会到 因为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只要你有去过 那个地方 就是这么的完美 那圣经说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呢 圣经里面有记载 大概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真实 是真实的样子 圣经里面 他说他也形容不出来 他只能大概形容那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 形容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这个美好的家乡 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住处 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知道 当罪的问题结束 当世界来到尽头的时候呢 上帝会把他预备好的 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降在地球上 整个世界会重新再造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地球破败不堪 在那个时候 被毁坏的地球 上帝会重新再造 那他重新再造过后呢 罪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过后呢 新耶路撒冷 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圣城 这个天空之城呢 他就从天而降 那这个城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他有多大 让我们去买房子 或者是我们去看房子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多少大小 那我们才能够去决定 是不适合我们住 是不适合我们全部人住 那这边说 这个城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呢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圣城 这个新耶路撒冷呢 这个天空之城到底有多大 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到十七节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扬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经纬之当尺 首先我们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城是非常雄伟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它每个东南西北 各有三个门 你可以想象 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地方有一个门 就已经够了 这边说它有三个门 因为它的范围太大 大到需要三个门 才够你进出 而且是东南西北 各三个 然后圣经说 这个城里面还有什么 十二根柱子 因为需要有根基 需要有柱子来支撑 可以想象 那个整个格局 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呢 这城是四方的 那它的大小是多少呢 总共城是多少 四千里 那个城共有四千里 四千里是多少呢 换算为公里的话 kmkm的话呢 是两千两百km 所以长两千两百km 宽两千两百km 可以看到吗 然后呢 这边说 城墙是多高 城墙的尺寸 圣经说 是天使的尺寸 按照人的尺寸 那个时候 我们人已经 会身体改变了 变得像天使一样的身体 身高 据说啦 据说天使的身高有多高 一个天使 正常天使的身高呢 差不多有九层楼那么高 九层楼啊 所以你想啊 九层楼 我们今天一轴啊 一个手轴啊 一百四十四轴 但是是天使的那种手轴啊 有多长 非常长 那个城墙啊 是非常高大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它的大小 下面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是非常雄伟壮观的 那我们再看下去 那这个城 还有怎么样多一点的形容 在启示录 二十一章 十到十一节就说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只是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如同 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圣经说 当这个城 从天而降的时候 然后它会怎么样 它里面有上帝的荣耀 有神的荣耀 什么意思叫神的荣耀 有上帝的荣光在其中 所以这个城 它自己会发光 不懂你有没有看过 很漂亮的夜景 去到某某的高山上 然后往下望下去 看到那个城市 叫做不夜之城 那些灯火 那些灯光 非常漂亮 那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他自己就会发光 他不需要你装灯泡 不需要去开电灯 为什么 因为他会发光 而且这个光来源 来自哪里 来自上帝的荣光 上帝那个时候 会在这个圣城 然后圣经继续形容 形容到这个城 它的光 会好像宝石的光那样 不懂你有没有看过宝石 有看过一些钻石 还是玉 或者有没有人在你身边 讲很热很热 那个手带很多钻石戒指 然后那个钻石的光 刺到你眼睛 很刺眼 这是什么光 然后宝石的光 当有光 进到宝石再折射出来 那种光辉是很漂亮的 圣经形容 这个城 它就会发光 而且像宝石 又像水晶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 这个会明亮如宝石 它的材料 整个建筑材料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启示录21章18到21节 就说到 墙是碧玉罩的 成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成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金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亲爱的朋友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美好的家乡 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这个城 全部是用宝石做的 全部是用黄金做的 甚至是连地板里都采的 是拿来给你采的 亲爱的朋友 甚至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 形容的有些宝石 可能我们这一生 都没有看见过 对不对 那圣经说 这个圣城 它就是宝石做的 它的建筑材料 不是水泥 不是砖块 是用宝石 是用黄金 亲爱的朋友 我们先不用去羡慕 其他人身上 带多大条的金链 我们不用羡慕 因为圣经说 未来这些东西 都会成为我们的建筑材料 这些东西 我们踩在脚底下 你有没有想象过 脚踩黄金的感觉 当你脚踏到黄金上面 我的想象是 它到底是软的 还是硬的 当你踩在黄金上 那种感觉 你感觉自己身上 都会发出金光 对不对 一踩上去 甚至是那个时候 我们身体都有荣光了 上帝又将这荣光给我们 当我们踩在黄金上 那个光又反照上去 照来照去 哇 你可以想象吗 反你走过的 然后你经过 那个五颜六色的柱子 当你每经过 那个柱子 你身上的光 透过那个 那个宝石的光 再照出来 我开始 每走一个就在发光 亲爱的朋友 这是上帝为我们 所预备的 这个圣城 你知道 当我们回到 天国的那一刻 你看到这个圣城 你会叹为观止 甚至圣经说 今天圣经里面 它形容的 是你未曾想象的 是你没有看过的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从来没有见识过的 圣经讲的 还及不上 真正的万分之一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回到天国 你会想 很开心 遇到所有的人 然后呢 天使 天使 我要盖自己的房子 那时候我们都会 要盖自己的房子 你跟天使说 天使 我想要 在那个河边 那个玻璃海那一边 我想要盖 我自己的房子 有没有什么建筑材料 有没有木头 有没有那个红毛灰 那个羊灰 那种砖 我可以盖房子 那个天使 他就看着你 他就很苦恼 他就说 好像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这边 这东西 不是拿来建筑的 我们建筑材料在那边 你自己去拿 让你拿 那你看过去的时候 是什么 黄金 是什么 钻石 红宝石 绿宝石 碧玉 哇 你想 天使 这些东西 拿来盖房子 你有没有搞错 天使说 没有啊 我们的城也是用这个盖的 你要做房子 就直接拿去 天使 这些免费吗 免费 尽量拿 拿来盖房子 对对对 去 亲爱的朋友 你可以想象吗 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这个美好的家乡 我们要拿钻石 盖房子 我们要拿 你可以想象 你坐在一个 红宝石的椅子上 然后呢 拿着由钻石 做的一个高脚杯 倒上葡萄汁 转一转 喝一下 哇 我们不喝酒嘛 所以我们喝葡萄汁 你喝下去 哇 百分百纯天然葡萄汁 再配上 钻石的高脚杯 坐在红宝石 然后那个光照射 亲爱的朋友 这是天国 这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或许今天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金银财宝 或许今天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不是最富有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回到耶稣 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家乡 今天这世上的一切 宝石黄金都不算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建筑材料 我们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所以当你看到人家身上带金银 你心里就想 干嘛把我的地板带在身上 对不对 未来我们是 那个黄金拿来做地板 那我们除了 这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家 这个天国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 除了这些建筑材料 非常漂亮 除了这个圣城是这样的 我们回到天国还有怎么样 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回到天国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上帝会与我们住在一起 茫茫宇宙那么大 上帝选择跟我们住在一起 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你有想象吗 你有想象跟王住在一起吗 假如有一天有一个王 或者有一个总统他来说 这位弟兄 这位姐妹 这位朋友 我要住你家 你可以想象跟王住在一起 然后当你出去 你朋友就问了 你住在哪里啊 你家有谁啊 没有什么啦 我住在皇宫 我家有谁 我家有王 王跟我住一起 你想象吗 上帝多么爱我们 他爱到他 他恨不得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世上啊 有哪一位神啊 他是要来找人的 通常你去看啊 都是人去找神的 有哪一位神是他讲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我想要跟你住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 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上帝 他来找我们 耶稣来找我们 我们今天是否愿意 跟他同住 当我们回到天国 我们除了这些物质的享受之外 上帝也会与我们同住 我们住的地方 你就每一天你都看到上帝 每一天你都看到耶稣 多么美好的福气 今天可能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回到天国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看到 而且那个每天啊 是永永远远的 是没有终点的 上帝永远与我们住在一起 那回到天国 还会不会有悲伤啊 还会不会有疼痛 还会不会有死亡 这种东西呢 在启示录21章第4节就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呼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那个时候 不会再有罪恶 那个时候我们会开开心心的 活到永远 你不会再生病 你不会再受伤 你不会再有伤心的事情 甚至是圣经在 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说 那时虾子的眼必睁开 龙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穴子必跳跃向路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现在朋友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身体有残缺 我近视差不多将近800度 回到天国不需要再戴眼镜 连隐形眼镜都不用 甚至上帝不用帮你做蕾蛇手术 回到天国 我们的身体全部得到改变 不好的会变到好的 不完美的会变到完美的 像刚开始上帝创造亚当时候的 那个样子 那时候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美好的天家 我们真的是去享福的 你不会再有伤心的事情 不会再有痛苦的事情 不会再有负面的事情 全部东西都是正面的 回到天国还会什么事情 圣经在以撒族65章25节也说到 上帝说 当我回到天国 你有看过狮子吃草的吗 那个时候不会像我这样养猫而已 我今天养了两只猫 那个时候回到天家 圣经说 你可以养狮子 你可以养老虎 你可以养豹 你可以养大象 你可以养犀牛 你可以养长颈鹿 这些东西 它会和平相处 它会跟我们 甚至不会伤害人 甚至你可以让 婴孩跟它一起去玩 小孩可以跟它一起去玩 因为当我们回到天国 这一切都会变好 所有的东西 不会再有伤害人的 我们也不会去伤害动物 我们都会和平相处 这是天国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亚格一同作息 亲爱的朋友 我们回到天国不是无聊的 不是整天坐在那边谈宿情 不是整天在那边盖房子 我们除了每一天要跟动物相处之外 我们除了每天看到上帝之外 我们还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许多圣经里面 记载的那些先贤们 你会看到 哇 那个长得很帅的 那个长得很漂亮的 亚当夏娃出现 说亚当夏娃 可以告诉我 那时候我们很多问题 你会问 亚当夏娃可以告诉我 那个时候蛇 引诱你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你们持下禁果 过后那感觉怎么样 那个罪来临 你看到你的孩子 自相残杀 什么情况 亚当夏娃很乐意跟你 跟你诉说这些故事 然后你又看到 这个挪亚 说挪亚告诉我 你在方舟里面 你们是怎么跟动物相处 臭不臭啊 因为那么多动物 然后在方舟里面 怎么样 洪水来的时候 你紧不紧张 然后看到摩西 摩西 那个洪海开的时候 你们经过 什么样的感觉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回到天国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与 这些先贤们 一同作息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跟我们 最亲爱的人在一起 可能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最亲爱的人 他会失去我们 你可能觉得看不到他 但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忠心 只要我们愿意 相信他 信靠他 当我们回到天国 我们彼此在主里面 我们都能够团聚 而且这个团聚 是永远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回到天国 除了我们团聚之外 耶稣也会与我们团聚 耶稣也会与我们在一起 我相信回到天国 那个时候 当你盖好你的房子 耶稣会挨家挨户 去敲门 去拜访你 去坐在那边 听你讲故事 然后听你诉说 你应该没有烦恼 那个时候 他会跟你相处 因为耶稣很爱我们 那时候你甚至可以问耶稣 耶稣 为什么你那么爱我们 他会抱着我们 用最温暖 最温柔的眼神 看着我们 亲爱的朋友 这是天国的美好 我们今天 讲了那么多 天国的美好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回到天国 那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说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有永生 上帝爱我们 他愿意赐下耶稣 唯的就是要使我们 能够恢复 回到 那个他为我们 预备好的家 上帝爱我们 要我们借着耶稣 让我们信靠耶稣 他借我们 回到这天家 从前有一位父亲 他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 这个小儿子 就跟这个父亲说 父亲 把我所该得的 那份遗产 献给我 我不要再待在这家 我要分家 那父亲因为 爱这个孩子 所以他说 好孩子 我把你应得的给你 所以孩子拿了钱 就往远方去 去了那边 就交了猪盆狗友 就挥霍他的一切 到最后很快的 多少钱 都很快的 会被他用完 他这样挥霍 那挥霍完过后 所谓的好朋友 全部离开他 最后这个孩子 这小儿子落魄 落魄到什么程度 只能够去养猪 去喂猪 甚至他连自己的食物 都没有 他要吃猪吃的 甚至连猪都不如 还要跟猪抢食物 这时候这个孩子 就想起了 我的父亲那么好 我何必在这里做奴隶 让我去我父亲的 手底下工作 我不要做儿子 我做奴隶都好 所以这个小儿子决定了 他就收拾行李 就回家 当他往他父亲那边去的时候 当他走到半路 还没有到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在遥远的地方 看到他 父亲慌忙地跑过去 拥抱他 亲爱的朋友 这个父亲 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就是这个小儿子 今天我们可能 在我们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背叛了上帝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犯罪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没关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天父 我们的父 我们的上帝 他站在门口 他每天都在等待着 我们愿意回心转意 这位父亲 他甚至是 当他看到我们朝向他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跑向我们 他让我们回到天国 让我们回家的路 变得很简单 亲爱的朋友 当这父亲看到这孩子 他没有责骂这孩子 他没有取笑这孩子 他是把他的鞋子 给他穿上 他拿上好的袍子 给他盖上 拿戒指给他戴上 他告诉这孩子 孩子虽然你离弃了我 虽然你离开了我 但是我还是愿意 接受你回来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虽然离开了上帝 或者是说 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做了许多错的事情 上帝爱我们 他愿意在这个门口 他每一天在门口 等待着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跑回来 这时候有一首歌 想要带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这首歌 我们一起来看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主爱才能融化 愿认真是救恩的代价 还要等多久才能回天下 回到主因是赐给我们的地方 他曾经说过 等他与被拖荡 求必再来 见我们回天上 还有等多久才会再来 世界已摆坏 就像诺牙的时代 天在与人过 不断接种而来 教人心寒 教人感到悲哀 老月 已经在顺序的一夜 还是有人视而不觉 神指寂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计较 你们的上帝已何在 却不知道 他在宽容等待 最何愿意 迷惑 迷惑人 并将人昏 许多人不知中灭亡 冷漠的心 只有主爱才能融化 愿认真是旧的地 都已交往 天下已在往 天下已在往 天不可 你们要勇敢 要扬大 天花的福音 传遍天下 等于何度还 迷惑人 是旧的地 都已交往 天下已在海 现在 现在 有人在败乖 需要有人带离尽开 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继续做旁明和自卑 直到处来将一切更新 不要走开 继续做光明的证明 等处来将一切都更新 更新 确实 到底还要等多久 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天下 到底还要等多久 我们才能够回去 今天或许我们在这世界上 我们要面对许多的烦恼 我们要面对许多的痛苦 我们的欠款 我们的贷款 甚至是有人辱骂我们 有人讥笑我们 有人看不起我们 今天这个世界都在败坏 我们还要等多久 才能够回到天下 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圣经说时候将到 耶稣即将要来 当祂再来的时候 祂会接我们回到这个天下 因为祂是说话算话的主 在这里我要做一些呼召 首先第一个呼召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依靠 唯有耶稣在这世界上 现在的朋友 上帝让我们回到天国的路 变得很简单 只要我们选拨 只要我们选择 愿意接受祂 愿意相信祂 如果你今天 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这一系列 第一次听到这些圣经里面的道理 心里面 这些道理一直在你心里面不断地回荡 甚至是感动着你 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里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查经班 我在这里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研究圣经 接着研究圣经 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耶稣 接着研究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泉源 我们可以看到永生的盼望 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美好的家乡 这个呼召我要呼召给那些 从来没有研究过圣经 但是听过我们这一系列觉得感动的人 你觉得你想要研究圣经的 那好不好 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 留一个1 当你留1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你是要研究圣经的 我们就会安排人去跟你一起研究 那我们一起去讨论 一起看看圣经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宝藏 还有什么样的真理 来带给我们 第二个呼召 是要给那些已经查经 已经认识了耶稣 但是一直到现在 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想要受洗的 亲爱的朋友 在这里我要向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召 做出这样的一个邀请 可能你觉得今天还有时间 可能你觉得 哎呀 我不需要那么快决定 我们慢慢来 等我有空的时候才来决定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的预言 已经不断不断的应验 我们不需要再等多久 世界就会进入终局 世界就会进入末日 亲爱的朋友 我没有时间了 现在就是一个时间 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生活 或许当你要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质问 受到别人嘲笑 甚至是有人会弩骂你 有人会逼迫你 有人会不谅解你 但是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告诉你 耶稣他会亮天 因为当我们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告诉你这一切都值得的 因为当你愿意接受受洗 耶稣他会告诉你 在圣经里面就说到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当我们愿意选择受洗 就是我们已经拥有回到天国的这个门票 我们有进入这个天空之城的这个门票了 剩下的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努力 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还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想要受洗的 在这里我鼓励你 邀请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耶稣要给我们再活一次的机会 祂要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让我们成为祂的门徒 让我们成为祂的跟踪者 若是你愿意 你觉得你要下定决心 你想要受洗的 我鼓励你这边写上二 在留言区上写二 当我们看到这个二号 是你写的 我们就去联络你 跟你安排这个受洗 我敢在这里向你保证 当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不会再后悔 我没有后悔 我当初做的这个决定 因为我知道在未来 这个天父 祂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 当我们回去的时候 祂会冲出来拥抱我们 祂会与我们在天家 享受那美好的福分 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愿意 我在这里邀请你 在我们留言区 写上二 让圣灵来感动你 让圣灵来带领我 最后的一个呼召 我要是给每一位 或许曾经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受洗了 我们研究完圣经 但是我们可能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离开上帝 可能一些事情导致我们 与上帝的关系不好 这时候我邀请你 跟我一起重新立志 我们重新立志跟从上帝 我们重新立志 重新成为主的门徒 让我们将上帝的福音传遍 而不是依靠教会的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 重新的服侍我们的主 当耶稣来的时候 祂会说 祂会说你这忠心 又有良善的仆人 祂会把我们接到天家 那个时候 我们所有人 一起在天家 享受到美好的福分 可能今天我没有看过你 可能今天 我不知道谁在看这个视频 但是你可以想象 当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 也为我祷告 希望我也能够一起的回去 当我们回到天家 你会说 子贤教室 我看过你 看过你的那个视频 那个时候你知道 那个情景 当我看到的时候 你说感谢主赞美主 我们能够一起在天家 团聚 我们能够一起在天家 享受那永远的福分 家朋友 如果你愿意 愿意重新立志 线上 给主 在留言区上写上三 我们特别为你做个祷告 这时刻我要为这三 三个立志 三主人 我们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借着过去几天的研究 让我们能够研究到 主您圣经里面的真理 里面的教训 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 也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研究 我们能够看到 主你爱我们 你甚至是愿意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天家 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不配 但这时刻 我们不管一切 我们决定跟从你 我们不管任何一切 主 我在这里特别为那些愿意立志 要研究你圣经的朋友们 祷告 愿您能够给他们聪明智慧 在研究你话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认识您 能够更加的了解 在这里我也要为那些 立志要受洗的弟兄姐妹 立志要受洗的朋友们祷告 可能或许过去有许多事情 缠绕着我们 但今天 借着圣经里面的道理 让我们看到 过去的那一切 辛苦 那一切痛苦 都算不得什么 因为主您未来为我们所预备的 这美好的天家 都是值得的 您为我们所预备的 都是值得的 主啊 您愿意张开您的双臂 拥抱我们 愿您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 让这一般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 愿主为他们开路 或许做出这样的决定不简单 但是 却是值得的 主啊 愿您与他们同在 那最后我要为 愿意重新立志的弟兄姐妹祷告 愿您的圣灵再次在我们心中 点燃我们的那个火 使到我们的火不会就此灭掉 使到我们可以忠心地服侍您 使到我们可以热心地为您传福 使到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清静 当你来的时候 你会带领我们一起的 回到天国 我们在天国见面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知道主您是垂听祷告的主 主您是愿意聆听我们祷告的主 愿您赐福我们这里立志 献上自己的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这些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这些愿意来查经 来认识您的弟兄姐妹 主啊 愿你的福气恩惠 匆匆满满地与我们同在 当你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添加一起的团聚 愿您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站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山最高山 才发现天有多高 好渺小的宇宙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阻挡 想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轻声告诉我 一切它都看见鸟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而我不求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祂尽关心我的需要 走过地路 有欢笑 有泪水 等留下 出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我甚至知道 我甚至知道 祂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地路 有欢笑 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岛上最高深 才发现天有多高 浩瀚的雨冢中 我真的微不出道 像灰尘 就是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今生告诉我 一切它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忆号 但我呼救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它尽管心我的需要 走过的路 有幻想 有泪水 走楼下 主恩典的记忆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静静拥抱 我甚至懂 祂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的路 有幻想 有幻想 有泪水 有幻想 有泪水 想成为 尽管心 我永远的依静 我永远的依静 布道讲座 已经来到了尾声 谢谢每一位 忠诚的出席 希望在这几晚当中 分享了 能够带来福气给每一位 这里 这里我们要感谢 真子贤教师 所分享的每晚 宝贵的信息 也同样的感谢 主内弟兄姐妹 在这一次 布道会 热心支持和奉献 主恩常在 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 能再次遇见到大家 晚安 我感谢 不呼唤的声音 我的回应是 我愿前去 我看见人们的哭泣 我的回应是 我愿前去 我天去分享爱的信息 我牵去冬向盼望的福 我若回心绝望 我被向耶稣求祖 你我已决定我被牵去 I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calling My answer is I will go I see the need of people crying My answer is I will go I go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love I go to share the blessed hope But if I get this courage I'll call to Jesus' hope Because I have decided that I will go 我听见耶稣呼唤的声音 我的回应是我愿天去 看见温暖的哭泣 我的回应是多样坚持 我坚持翻向爱的信息 我坚持共享同望的福 我若回心绝望 我被向耶稣求祖 因我已决定我没坚持 感谢观看 我永远在阻力 我永远在阻力 我拉着你 你 我永远在阻力